The next section, change of subject of a formula So in a formula, we call A is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A等于一件东西,我们就叫A是一个subject 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调位的 如果我要将B做subject的话 任务怎么做呢? 就是将一些不是B的东西掉过去对面街 所以记住B这个位置 将不是B的东西掉过去对面街 首先要拋的就是2 除2掉过去,乘2 乘H掉过去,除H 然后将A掉过去,减A 将东西掉过去,你就会发现到 现在这个东西是没有B的出现 我便为之Change B做subject 再举一条做例子 so in this question, you have to make C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又是一样,圈底有一个C的位置是在这里 你的任务就是将不是C的东西掉过去旁边街 记住由最外面的开始掉起 和Solving Equation很相似 所以首先要将3拋过去 然后将4和5D拋过去 最后将2拋过去 这样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一起做的问题 所以 quick practice 3.12 make P the subject so P is here and then you have to make it as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so rearrange the term you put the 5P to left hand side and you put the Q to right hand side 将正Q拋过去 变负Q 将-5P拋过去 变负5P 然后 最后 将5拋过去 右手边 这样就完成了 又或者 你也可以选择 将1拋过去 左手边 然后 将-5拋过去 左手边 最后的答案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两个答案 都是一样的 原因就是 因为 如果我这里 将-2拋上去 其实我会得到 1-Q over 5 是否条条都这么简单 并不是 有些题目会深一点 Quick Practice 3.15 这条就是为之深一点的题目 为什么它会深一点 原因就是 你要求的 subject 在睡墓 如果你要求的 subject 在睡墓 扔来扔去的时候 就必须要小心 我再一次给大家看 这条困难点 就是在于 你要求的东西 是在睡墓 你不能够把东西 全部拋过去 就完成 因为 如果拋了 3拋到右手边 的话 左手边 会出现1 over x 而不是 x 其次 你把衣服拋过去 右手边 就会变成三文字 就会有三层 在这个情况下 就不可以 所以解决的方案 就是 你要先通过墓 左手边 左手边 不用管 右手边 要通过墓 接下来有两个做法 有些同学 可能会选择 扔来扔去 将 x 扔过去 然后将这些扔过来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是 分子分母 反转 然后将随三扔过去 变成三 这样也可以 这一款就是最难的题目 就是 你需要用到通坟墓 好 好